音樂 放鬆一點, 我會溫柔一點 人家怕痛 第一次這樣 說不定你會喜歡我呢 人家怕血 有痛是好事 表哥加吉, 我很快就沒事 捐血救人 欢迎下次再来 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 最新鲜滚热辣的例子 是日本当局日前公布 富山院一间医院的医疗人员 接种后出现沉麻疹症状 是当地手中疑似疫苗副作用个案 而较早前 在美国辉瑞和Biontech 新冠疫苗的临床试验中 有四名致愿者出现眼歪咀斜的严重副作用 当局估计是与病毒感染 导致面部神经发炎有关 分分钟唧唧唧唧 绝对不是讲玩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林郑月娥昨天率领一众司业局长 再加上行政会议成员 以及立法会议员做了一场接种疫苗数 可以说是非常必要的 不知大家记不记得 几年前内地建议立法 规定艺人帮产品做代言人 必须自己都有用那种产品 否则将来出事自己都要惹官司 没错 虽然市民打针打道 面坦嘴歪 政府的保障基金都只是包两年 之后就要自行透过民事杀償 但看着班官自己都糟糕了 再说万子都较落 空中症则谋指寥言 空中不症则谋指无言 有些高官说话最喜欢四怀勺 再不是就动一点就翻白眼 或者说话的颈子摄在一边 一副蚱重师爷似的卖相 根据古代官人述 这些人都是属于好打有限那类 说不定疫苗副作用可以富富得正 执好官的眼耳口鼻颈都未定 当然啦 以骚轮骚高官打针骚 还有很多脱漏的东西值得细执 以特区政府民意信任度之低 你说玩染眼法也好 在事前做梅也好 起码都应该像魔术师那样 随机抽观众上台验下道具眼币 废官们就是计留了这一步 结果就被一些好事之徒造谣 说插林郑那支野长点 侧然不是科兴疫苗 那你说效果是不是大打折扣 好了 不讲做素 讲下科学角度 正如立法会主席梁君彥所说 接种疫苗即是做白老鼠 科学实验讲究对照结果 一众高官是不是应该 等另外两只疫苗来科 然后再抽新死签 不过要注意一点 整个抽签过程 一定要像六合彩那样 请太平新市 又或者会计师事务所监场 以确保公开公平公正 你知道了 不少高官治港破坏多个建设 一早被人说是身在汉庭 心在畜的无间道 万一真是这么不幸 又说真是这么不幸 抽中了接种安危剂 到时就真是水洗都不清了 是的 知不知道我明白 香港搞到今时今日 抗疫一年还未断尾 香港淪为全中国最大的疫区 高官与其做打针难掃 不如持官回家含疑弄酸 今日本部正论的标题 打针掃收效渺小 问责是最好疫苗 寥寥几只字已经胜过千言万语 只不过做人的事 有时难免要脚踏实地一点 settle for the second best 谁人都知道 在香港现行的高官免扎制之下 高官们越大获越快 十几年前 卫福局局长杨永强 为沙士问责下台的高峰两折 早已成为主向 今时今日香港地 卫生欠佳 鼠患猖缺 还包括疫症 应该背锅的食环署处长 竟然观星一级 做食卫局常任秘书长 而抗疫队长的陈兆史 以至长期战施底的郑若华 好官我自为之 更加不在话下 所以说 高官打针做梳 算是win win 收货吧 指以班官抗疫 香港只有死路一条 但高官打完针 无事无缺 身体健康 起码可以证明疫苗是work 香港都纵命不改绝 而废官以身是真 换来面坦鹅 歪嘴齿 歪眼华 就可以为市民敲响警钟 同时证明西上真是有二眼步这家事 市民奈你不何 但人在做天在看 别以为天堂真是留了位给你才行 好了 节目时间到这里了 大家是觉得like 搞错或吃发声 投票告诉我们 多谢收看 东方东网 赞放光芒 东方报业集团 同人鞠躬